詞曲 李宗盛 2019年的6月 我在廈門災堂演講裡面我說 一國兩制是大陸對台灣最大的善意 我說我們這一代要把台灣帶回家 然後不出所料 回到台灣三天節目就下架了 這個就是台灣的言論自由 那在這樣的言論自由狀況下 仍然必須要跟他搏鬥 在葉問打拳的最後一集 我指著說 蔡英文你等著 你關掉我的節目 我自己做的節目 不管怎麼樣 我每天罵 每天講 到現在為止 我做到6月30號最後一集 我們沒有什麼 我們就試試 比如說講香港的事情 台灣絕大多數的媒體就講 警察抓了香港年輕人 把他們打倒在地 然後就開始罵香港 黑警報警 包括很多自稱藍莓的節目 他們的新聞報導 都是如此的西方本位 如此的偏頗 那我很簡單 我拿到的東西跟別的台是一樣的 我把後面的30秒播完以後 然後我再把前面的一分鐘播給大家看 看完之後 連我們的來賓都不用講什麼 這就是事實 媒體應該努力地還原真相 這是我一直要說的 我這個人 我所講的話 每一個字每一個句 都是我真心所思 我苦思的結果 bow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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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